欢迎大家收看AI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债券市场定价完美风险可能会出现失误 奥斯汀是下一个繁荣城市吗? 投资者吉姆、布雷尔和德州大学领导人 讨论人工智能和医学 迫使谷歌联合创始人退休的威胁 沉睡的巨人MotoGP在卡塔尔苏醒 目光投向美国 并得到了说唱歌手Pitball和人工智能的一点帮助 为什么Siri的斯蒂芬妻子氛围让我们感到担忧? 请大家收看 债券市场定价完美风险可能会出现失误 彭博社 投资者正在提高风险曲线 迎接信贷市场 已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寻求高收益 资金正在流入垃圾债券市场 而高级债券基金则迎来了 自2020年9月以来的最大周流入量 债券经理表示 只有在美联储对降息采取优形转弯政策时 市场情绪才会转为负面 并且从货币基金流出并投入债务 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利差 欧洲刺激债务的销售是追求回报的证据 奥斯汀是下一个繁荣城市吗? 投资者吉姆 布雷尔和德州大学领导人 讨论人工智能和医学 雅虎 根据South by Southwest 2024会议上的专家小组 得益于人工智能 AI和生物技术的发现 奥斯汀 德克萨斯州 有可能成为医疗技术初创企业的中心 知名科技投资者吉姆·布雷尔是预会者之一 他提到奥斯汀的中心位置和神奇的社区感示 使该城市成为培育创新的理想地点的因素 该小组还讨论了年轻的医学院的好处 学术界的灵活性的需求 以及风险投资和校友网络 在支持奥斯汀医疗初创企业的增长中的重要性 迫使谷歌联合创始人退休的威胁 英国每日电讯 旧金山初创公司Purplexity的目标是取代谷歌的搜索引擎 使用人工智能直接回答查询 而不是点击链接列表 Purplexity拥有约100万用户 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 目前估值为10亿美元 谷歌的搜索引擎仍然是其最赚钱的业务 占该公司去年3070亿美元收入的大部分 研究公司Gardner预测 到2026年互联网搜索量将下降25% 沉睡的巨人MotoGP在卡塔尔苏醒 目光投向美国 并得到了说唱歌手Pit Ball和人工智能的一点帮助 CNN MotoGP的首席商务官丹尼尔 罗索蒙多相信人工智能AR将是吸引美国观众的关键 罗索蒙多认为MotoGP是技术的试验场 AI将用于追踪车手、摩托车的表现 并生成直播图形 MotoGP在美国一直面临困境 但与TNT Sports的新广播协议 将有助于提高该运动的知名度 罗索蒙多希望今年的赛季 能成为MotoGP在美国增长的跳板 为什么Siri的斯蒂芬妻子氛围让我们感到担忧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卡拉·威尔夏尔在卫报上写道 女性人工智能语音助手延续了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 强化了父权制度的规范 威尔夏尔指出 从苹果的Siri到微软的Cortana和亚马逊的Alexa 这些默认的女性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被营销为服从的形象 对滥用和性别歧视行为做出回应 他还提出 人工智能助手中的性别偏见可能会影响其输出 根据选择男性或女性声音 产生不同的回应和内容 威尔夏尔呼吁 对人工智能助手的性别化问题 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加强意识和反思 在我哥哥去世后 最简单的丧事处理任务却是最困难的 悉尼先驱晨报 作者讨论了为他已故的兄弟寻找合适的骨灰盒的任务 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和情感 尽管最初很难找到合适的骨灰盒 但他最终找到了一个符合要求的江冠 然而 在收到骨灰盒后 他意识到他太大了 于是换了一个较小的 作者反思了这种荒谬的情况 并想象他的兄弟会觉得这很有趣 沉默的流行病在疫情后激增的在线儿童虐待问题 英国每日电讯 据国际刑警组织警务服务执行主任史蒂芬 卡瓦纳表示 新冠疫情导致网络直播儿童虐待案件激增 卡瓦纳表示 这些数字几乎让我们不知所措 并警告传统执法机构无法应对此类犯罪 这种虐待案件的需求主要来自西方国家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 卡瓦纳呼吁全球政府 科技公司和执法机构 共同应对这一问题 并补充说西方国家必须对这些犯罪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将以高科技和私营部门为目标 推动就业创造 南华早报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表示 中国将加大对人工智能 AI和大数据领域的职业培训 以满足科技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 王小平还表示 将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如贷款和税收优惠 2018年6月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1.3% 之后国家统计局停止发布这一数据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工作场所监控已经飙升 而加拿大的法律却滞后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专家警告称 加拿大的法律未能跟上人工智能驱动的 员工监控技术的快速增长 蔚来技能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70%的受访工人报告称 他们的工作的某些或全部方面都在进行数字监控 其中三分之一的员工经历了位置追踪 网络摄像头或视频录制 按键监控 屏幕截图或雇主使用生物识别信息 虽然加拿大尚未普遍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员工监控技术 但美国几乎所有财富500强公司已经在招聘新员工时使用了这种技术 批评人士对C27号法案提出了异议 该法案是一项拟议中的立法 旨在为高影响力人工智能系统设定义务 他们认为该法案在保护工人方面还不够 安大略省提议要求雇主在招聘中披露他们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 这将使该省成为加拿大首个实施此类法律的省份 在科技行业寻找价值投资 雅虎 投资者在寻找科技行业的价值投资时 应该超越七巨头 根据蔚来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科里·约翰逊的说法 约翰逊表示 投资者应该从价值的角度考虑科技股票 而不是增长 他强调了沃伦 巴菲特在苹果公司的持股 并表示认为科技无法固执的观点是错误的 约翰逊表示 在考虑投资时 投资者应该考虑他们投资的目的 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回报 他们还应该考虑 他们愿意等待多长时间 Deepwater Asset Management的管理合伙人道格 克林顿表示 投资者应该关注科技巨头的下游 他表示 为NVIDIA提供技术的SK海力士 可能会受益于对NVIDIA芯片的持续需求 克林顿表示 Dream市场波动较大 但海力士一直在积极开发新产品 并应该保持领先地位 在对公司动荡进行调查后 OpenAI的Sam Alt Altman将重返董事会 半岛电视台 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将在去年被解雇后 重新加入公司董事会 律师事务所Wilmer Hill的调查发现 Altman的行为并不需要将其解职 OpenAI表示对Altman的领导能力有充分的信心 并宣布了三名新的董事会成员 该公司还表示将改进其治理结构 并设立举报热线 此次调查是在去年11月 Altman被短暂解雇后进行的 据报道 这是由于对人工智能潜力和风险之间平衡的分歧 为什么谷歌的人工智能工具 应展示有色人种的图片而受到批评 半岛电视台 谷歌的生成是AI工具 Gemini在生成的AI图像中面临争议 这些图像经常将人们描绘成有色人种 即使这样做并不合适 该工具生成了美国的开国元勋的黑人女性形象 希腊战士的亚洲男性和女性形象 甚至描绘了黑人穿着纳粹制服的形象 这一争议导致谷歌暂时停用了该工具 像Gemini这样的生成是 AI工具装载了训练数据 从中获取信息以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和提示 然而 这些工具因其算法存在偏见而受到批评 有些工具忽视了有色人种并持续传播刻板印象 批评者还指出 生成是AI模型往往会过度性感化黑人和亚洲女性的形象 并让他们的肤色变浅 这种偏见是由于输入AI训练数据的人员 缺乏多样性所致 谷歌已经承认了 Gemini中存在的争议和偏见 该公司解释说 该工具被校准为展示多样化的人群 但在不合适的提示下没有进行调整 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达尔 劈查一位Gemini显示出的冒犯回应和偏见道歉 并表示公司正在努力纠正错误 Gemini的图像生成功能已被暂时停用 并将在重新发布之前进行广泛测试 为什么民主国家需要宣布冷战2.0 多伦多星报 在最近为《多伦多星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 乔治·S.塔卡奇·George S.Tekek认为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 并应对冷战2.0的现实 塔卡奇强调了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国家的侵略行为 他们多次违反国际法 并试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他认为民主国家必须采取行动 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 并确保自己在面对这些威胁时的安全 塔卡奇概述了民主国家应对冷战2.0 采取的四个关键步骤 停止与威权国家分享领先技术 重建战略技术的制造能力 培育和发展深度联盟 增加军事开支 他认为 这些步骤对于确保民主国家 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塔卡奇的文章 突出了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 任意紧张的关系 以及民主国家有效应对的必要性 他认为 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冷战2.0的现实 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包括保护他们的技术优势和重建制造能力 以及培育强大的联盟和增加军事开支 通过这样做 民主国家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并在新的全球竞争中有效竞争 总的来说 塔卡奇的文章 呼吁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采取行动 他突出了威权国家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以及民主国家必须有效应对的必要性 通过采取塔卡奇提出的步骤 民主国家可以确保自己的成功 并在冷战2.0面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 是什么推动了牛市 几乎一切 加拿大环球邮报 尽管基础经济数据表明前景较为黯淡 但全球市场包括股指、比特币和黄金 近日创下历史新高 盈利增长仍然可观 但并不令人振奋 利率较高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 投资者似乎对人工智能 AI提升经济产出的潜力感到兴奋 如英伟达等AI股票表现尤为出色 市场的乐观情绪 尤其是标普500指数 以异常高估值交易 如果现实未能达到预期 可能会受到考验 北施省生物技术繁荣 温哥华力争加入全球现代医学的大联盟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群位于温哥华的生物技术公司 决心将该城市和加拿大 建立为1.5万亿美元制药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加拿大最著名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之一 Upcelerate 正在建设自己的实验室空间和总部 因为温哥华缺乏可用的实验室空间 该城市已经是加拿大增长最快的生物技术中心 过去10年增加了8000个就业岗位 并且拥有一支由大学、机构、研究所和资助者 组成的强大生态系统 共同努力建立初创企业 然而,温哥华面临着缺乏投资和领导人才等挑战 许多加拿大生物技术公司最终有美国的高管领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六博士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我们谈到了债券市场的定价风险 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 投资者正在寻求高收益 导致资金流入垃圾债券市场 然而,当美联储转向负利率政策时 市场情绪可能转变为负面 利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这表明投资者需要谨慎处理这一风险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 奥斯汀成为医疗技术初创企业中心的可能性 奥斯汀的地理位置和社区感 使其成为培育创新的理想地点 而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现 则为医疗技术创新提供了机会 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个 旨在取代谷歌搜索引擎的初创公司 Perplexity Perplexity的目标是使用人工智能 直接回答查询 而不是通过点击链接列表 这将对谷歌搜索引擎的利润来源 构成威胁 我们还谈到了MotoGP在卡塔尔的复苏 以及人工智能对此的帮助 MotoGP首席商务官相信 人工智能将是吸引美国观众的关键 这表明人工智能在体育行业的应用潜力 接着,我们谈到了女性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的问题 这些助手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 并可能对滥用和性别歧视行为做出回应 这个问题需要加强意识和反思 然后,我们谈到了虚拟殡葬服务的困难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却是最困难的 我们还讨论了疫情后儿童虐待案件的激增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需要全球政府、科技公司和执法机构 共同应对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 中国将推动就业创造的高科技和私营部门 这显示了中国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职业培训的重视 我们还讨论了加拿大在人工智能监控方面的法律之后问题 专家警告说 加拿大的法律未能跟上人工智能驱动的员工监控技术的快速增长 然后,我们谈到了在科技行业寻找价值投资的问题 投资者应该从价值的角度考虑科技股票 而不是增长 接着,我们谈到了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 重新加入公司董事会的消息 这表明公司对Altman的领导能力有充分的信心 最后,我们谈到了谷歌的生成是AI工具Gemini的争议 这个工具在生成的AI图像中存在偏见 这引发了对谷歌的批评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话题 从金融市场到科技行业 再到人工智能的应用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相应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问题 请随时发表评论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